大家在进行车队扫街的时候呢 除了燃放鞭炮 玉里镇部落支持民众还特别拿椅子 当尸头捂弄来迎接车队 还有地方妈妈化身成为骑队耍大骑 花招百出比候选人还要引人目光 选前倒数最后一天 狭小的部落街道冲斥着各级候选阵营扫街造势的车队 除了鞭炮声 部落支持的民众则搬出舞狮团来迎接车队 不过在定言一瞧 这型狮团却预众不同 虽然用塑胶椅当狮头 但是部落民众舞的是有模有样抢进风头 而地方妈妈也不慌多让 化身为骑队耍大骑来支持加油 也成功吸引众人的目光 选前倒数一天 各级候选人纷纷选择车队扫街进行最后冲刺 除了候选人 支持群众也使出浑身解数 为自己喜爱的候选人加油打气表达支持 各个花招摆出比候选人还要更吸引人目光 成为了紧张选战中的有趣画面 记者是玉兰玉璃震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ance- Liebe